1月8號開始 韋來NBA LIVE直播 答對所有通關密語 就能獲得驚喜紅包 歡迎大家收看NBA Today 首先來看到我們今天轉播勇士跟醍醐的比賽 結果剛剛影片拍得很帥的王曲大軍 比賽開打之後是完全帥不起來 可以說是完全從頭到尾都被醍醐 押在地上打 你不要這樣說 其實在中場以前勇士隊 還有一度稍微掙扎了一下 不過來到了第三節 Funasunas 單節攻下了十五分奠定勝機 加上醍醐 全隊有八人得分上雙 中場醍醐醐以三十六分的差距大勝勇士 醍醐醐醐的比賽 第一節做客的醍醐把勇士的籃框 當自家主場一樣在投 大V Jones 還有替捕上陣的Harkins 都至少有兩顆三分球的表現 第一節替捕隊的三分十六投九中 並就率高達了五十六點二% 並且先發與替捕 九人上場都有分數進帳 第一節就打下了四十六分超高效率 讓勇士在一開始就浮現了近期防守欠佳的問題 勇士團隊還發生了七次失誤 失誤後也造成了十一分的失分 還好是替捕四人共拿下十五分 讓第一節雙方差距不至於超過二十分 第二節一開始替捕隊依然保持著火燙手感 C.J. McCollum 超捷後的外線三分進球 也逼出了勇士隊的暫停 分差也來到了二十五分 不過暫停回來後 Curry與Moodie都接獲到了Kunga的傳球 並且投進三分 讓替捕喊出暫停 但替捕的回穩效果僅持續了兩分多鐘 勇士靠著Looney跟Curry的積極進攻 努力將比分接近 第二節結束前 Moodie的三分進球出手進 將比數追到剩下十三分差距 勇士隊在第二節算是大有斬獲 但是到了第三節 勇士Curry引擎熄火 只靠著罰球在單節拿下兩分 反觀替狐上半場只有六分進帳大V 開始發威 結果傳球切入灌籃 讓替狐得分破百 單節拿下十五分 六夠八頭七中全面碾壓勇士禁區 潰不成軍的勇士在第四節毫無還手之力 甚至早早放棄了這場比賽 最大分差甚至高達四十一分 並且沒有任何領先轉換 最後就讓替狐以一百四十億比一百零五 輕取勇士 好 接下來看到雷霆跟熱火的比賽 OKC當下一個SJ全場攻下二十八分 加上全紅館也有二十三分進帳 最後雷霆八分之差 熄滅熱火 所以說人多勢眾真的是相當重要 像金塊跟爵士的比賽就是一大驗證 兩邊的歐洲異哥 尼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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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現差不多 但爵士這邊是有三個人 得分來到了二十分大關 最後就是以十三分的差距 收下三連勝 奧克拉 赫馬雷霆踢管邁阿密熱火 熱火士官長Jimmy Butter持續作弊上關 雷霆一哥Shay Girl Jazz Alexander 當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 小球送到籃下 交給學弟Chatton Graham 雙手冠進兩分 但是熱火也有英雄哥跳出來帶領球隊 Kyler Hero不止騎馬射箭 還順便買到裁判的哨音 回過頭來SGA有樣學樣 也是競算加伐三分打 雷霆上半場命中率突破六成 但是熱火已經有三名球員得分上雙 暫時以六十九比六十五小福領先 一籃再戰 是落後的雷霆發起反攻 Chatton Graham大跨步切入 越過重重人牆擺進分數 今天二十三分九籃板逼近雙十 率領雷霆逆轉超前 只不過熱火也有小將挺身而出 還沒Hackers Junior 標進右側的三分蛋 全場二十一分五籃板表現不俗 成功把分差維持在一球之內 兩隊決戰第四節看到 Jalen Williams切入挑籃得手 單場十九分九籃板十二次助攻 交出一次準大三圓 即使對面的Ben Ardbio回進二十五分十一籃板 雷霆也是名在怕 因為SGA什麼不會就是最會打英雄球 全場二十八分霸助攻 有十六分集中在下半場 一度帶領球隊享有十六分的巨大優勢 中場是雷霆一百二十八比一百二十 撲滅熱火 手下近期二連勝 看完西區第二的雷霆 接著關心西區老三擔負盡快 對決由他爵士的比賽 別看爵士只是西區第十一 人家最近十場可是贏了八場 果然 爵士開賽展現企圖 John Collins連續在外圍送上長城的炮火 帶領球隊掀起二十五比十一的猛攻 而且炎湖城大軍防守也不馬虎 上出一季麻辣鍋 更帶動球隊的轉換快攻 讓分兵喬丹 Jordan Clarkson封進火車三分球 絕世攻守兩端都在線上 輪到一哥Laurie Markkinen表現表現 三線快攻暢行無阻 二話不說就是單手中扣 芬蘭司機貢獻二十六分十二籃板 碰上二十七分十一籃板的Nikola Jogic 完全不落下風 加上隊友Calling Saxton有二十二分 Jordan Clarkson也攻擊二十七分 絕世以百分之五十五的命中率 不斷累積分數 也把衛冕軍的命中率限制在四成五左右 一路把金塊壓在地上打 最多握有二十五分的領先 最終 絕世一百二十四比一百一十一 主場贏球 笑納晉級三連勝 好 還是要回過頭來特別討論一下勇士 因為萬一區大軍今天真的超級慘 主場出了三十六分是Curry加入球隊以來的最慘記錄 更慘的是連續兩場比賽都被自家球迷給狠狠 虛到爆 也因為被虛到爆 所以勇士球團在賽後可以說是上下一心 怎麼說呢 史蒂克爾說現在球隊是缺乏信心 至於Curry說 哇 現在真的球隊需要改善 馬上來聽他們兩個人的訪問 前一場比賽面對暴龍 聽著勇士在自家主場被RJ Barrett一個人海扁 這場比賽沒有領先過 一度落後多達二十七分 屯下敗仗 再來大同中心被主場球迷狂虛 結果過沒幾天 勇士再度上演悲慘世界 勇士在自己溫暖的老家被來訪的醍醐洗臉 不但又是一場從來沒領先過的慘敗 最後輸到三十六分 更是金州勇士選進Curry之後最慘烈的一仗 想當然而也是被球迷許到不行 至於球員跟教練賽後也是無話可說 比起比賽內容是越打越爛 越打越醜 而是我們的事件要求的 我們沒有做到這場表現了 我們沒有做到這場表現了 我們賺到了這場表現了 我們賺了一定的 我們賺到這場表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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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休旦一下勇士這兩場比賽 可是從頭到尾都沒領先過 然後引以為傲的三分投射 都只有慘淡的三成 球賽內容都醜成這樣了 K湯這身為佛祖的傲氣 還是沒在跟你熟練的 而且縱觀整個賽季 球隊的各種波動 除了嘴綠的失控行為以外 你可以當續約價碼跟死不打體股的強硬態度 多少也要負點責任吧 賀安鬧到現在隊內氣氛低迷 球迷倒戈 也難怪咖哩大神相當罕見的在賽後表示 球隊志榮勢必得要做出改變 勇士隊喊了一整個賽季的改變 選法制容 幾乎到現在都還沒找到答案 因此與其把希望寄投在變質上面 不如期待一下勇士未來的大動作改組 但要怎麼改? 要找誰? 然後又要送走哪些球員? 到時候場面勢必會腥風邪雨 但不改不行啊 畢竟隔壁棚的爵士狀態是超級火燙 今天暴打衛冕軍精快 近11場比賽收下第9勝 同時也把勇士踢到西區第12 然後排在西區第13的灰熊 雖然少了神槍手Morraine 但同樣也是處在三連勝的好狀態 只能說勇士目前除了隊內氣氛低迷以外 戰績上更是腹北受敵啊